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就好像是台版的离太院一样 事情发生在台北市的信任区 有一名网红他叫做R哥 昨天晚间他就发起了撒钱活动 大把的千元超就随机的来发送 不只是吸引了有将近千人到现场来疯抢 在混乱当中疑似还有人受伤 警方获报到现场就连警车都被人潮 给包围住是动弹不得 但就怕场面会失控 所以连警当下就勒令R哥要停止活动 事后依照公共危险罪将他含送法办 而R哥在今天上午他也现身 并显鞠躬的来向社会大众道歉 周五夜的信任区挤着水线不通 大家伸长手往人潮中移动 一阵推起拉扯还有人跌倒 我们比较好奇这件事情 还是会这样进行 另一头辖区警方赶往现场 警车被人群团团包围 闪着警示灯却进退了难 男男女女一跑百米速度在街头狂奔 旁人看傻了拿起手机猛碌 宛如丧失电影才会出现的场景 居然在台北信义区正式上演 事发在10号深夜11点多 民众像着魔似了一样往前冲 原来是有人在信义围风广场撒千门大钞 顿时有如近千人就怕发生意外 园警好不容易从人群中脱困 马上驱离现场一片闹哄哄 乱撒钱的男子是绰号R哥的网红 事发前还在IG预告 今晚务必注意安全 强调发一千元起跳疯狂炫富 但活动失控惹上麻烦 R哥改口不会为了发钱行为道歉 但会为了造成大家困扰 推挤二道歉 我们刚走来路上有看到假钱在地上 我看到假钱在地上 我们刚才想说哇 捡到今天的干爹了 然后结果是假钱 我很怕那时候被撞到这样 我到底要跟着跑 还是我要闪避他们这样子 经过一夜混乱 现场留下满地纸钞 拉近一看是假钞 为什么要撒钱 警察在等我 R哥号称活动发放十万元 究竟当中多少真多少假 还有他动机究竟为何又在理清 警方演义公共危险罪 将他依法喊送 但万一酿成台版离泰院事件造成伤亡 他怎么担得起 华日新闻梁洪志 红正的陆雨昕 采访报道 哈喽我是郑雅芳 想要场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市新闻YouTube频道